欢迎订阅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宋仲基新形象遭遇反感 桑仲基与Louis Vuitton的新合作照片在网络社区和娱乐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在这组照片公布之前 许多粉丝对这位明星的新形象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希望看到一种独特而新颖的风格 然而,当照片一经公布,观众的反应却并不一致 一些人赞美桑仲基在照片中展现出的优雅和年轻活力 他们认为这位韩国明星成功地展现了Louis Vuitton的风格 并在表演中展现了多样性 然而,网络社区的另一部分则对这组照片表示了相当负面的反应 他们认为桑仲基在照片中展现出的形象 并没有真实反映出他之前在角色中建立起来的男性形象 一些粉丝也表达了对这位明星突然改变风格的失望 有人认为这组照片与桑仲基迄今为止 建立的形象和品牌不相符合 尽管观众和网络社区存在不同的反应 桑仲基与Louis Vuitton的合作仍然是他职业 生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 桑仲基展现了自信 并愿意尝试新的,不同的形象,为未来的创造性挑战铺平了道路 无论反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桑仲基的新照片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并将它置于代表一家知名时尚品牌的地位 这表明韩国明星在娱乐业和时尚业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被选为Louis Vuitton的品牌大使不仅证明了桑仲基的才华和影响力 还为他探索和尝试新的时尚角色提供了机会 宋仲基和Louis Vuitton的合作 照片也引起了时尚爱好者和宋仲基的粉丝们的特别关注 他们高度评价这位明星展现个人风格和适应能力的大胆和创造力 这组照片扩大了宋仲基在娱乐行业中的市场份额 并增强了他的形象 提高了他吸引制片人和国际品牌关注的能力 然而在艺术事业中 无法避免出现不同的反应 宋仲基证明了自己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勇于面对他人的意见 并挑战自己在新角色和项目中 这表明了他在探索艺术不同方面 和建立长期事业方面的自信和决心 无论有什么争议 宋仲基成为Louis Vuitton品牌大使 都是他事业中值得称赞的成就 这为他创造新的印记和在未来探索更多合作机会提供了机会 通过展示多样性和创造力 宋仲基不仅在表演领域留下深刻印象 还在时尚界塑造了一个强大而多元化的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